哈喽各位小包 我们是一包包长大 破产兄弟 我是杀豆农家的石头 我是杀豆吃很多的大摇 我是请假回来的虎哥 就是我们新疆故事的 第六期 告别蓝色之城一宁 我们继续向东 前往赌库公路 从这一刻开始 我们的新疆之旅 开启了公路模式 每天驾驶最少300公里 风景都是在路上 在踏上独步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借路 前往两个小有名气的地方 而第一站就是特克斯 我们就来到了特克斯 特克斯 特克斯为什么叫八卦城呢 我们待会走到前面 放飞无人机你就知道了 在特克斯放无人机的话 需要去警察局那边 去报备一下 登记一下你的无人机的信息 就任何一个港亭都可以办 好我们就要飞了 特克斯八卦城 是一座把八卦图 直接做成地图的城市 这座城始建于1937年 由民国时任 伊尼屯坑时间 警备司令邱宗俊设计 八卦咱们都知道 但是能脱口而出 具体指的是哪八个卦 我猜是只有生在特克斯 才能人人掌握的传统绝活 因为每一条公路都是以八卦命名的 特克斯 是一座乡船没有红绿灯 但是也不能乱闯红绿灯 因为城市中心还是有交警的城市 所以大家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 我们可能晚上也不在这边住 我们可能飞一下 就直接再继续开 开到穷库石台了 晚上在穷库石台住 原本我们打算在特克斯稍作停留 就前往下一站穷库石台 不料傍晚开始下雨 远处在下雨 然后这边日照金山了 然后这边出现了一个缺口 多么奇妙啊 就在这个八卦城 可以看到四方的天气 我们不想在一片大雨中 到达那片青青牧场 于是我们就在特克斯住了一晚 现在又是大摇的精致时间 请问你是在给自己的脸涂盐药水吗 这是玻尿酸精华 叫刺泡什么盐药水 贵妇专用 为什么我这样用 我就进喝了一瓶水 你在拍啊 那弹幕上的人一定知道这个是什么 它就是润白盐 可是玻尿酸不应该是打在脸上的吗 这个是外用涂抹的 一般就是睡觉前用这一支 因为新疆比较的干燥 然后我带的这个 带的这个 带的东西很多 双补水不太起作用 但是补水保湿呢 有非常的重要 然后我们就提前拿到了水润第三代 这个新品厉害了 它不仅可以补充玻尿酸 还可以帮助你的皮肤 获得玻尿酸的自生能力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那我就一个问题 这玩意儿 我怎么就没有见到过 是不是你藏起来了 第二天 前往穷库十台了 沿途迎接我们的十一晚 这个句子有点长 我梳理一下 争取一口就说对 十一晚 在手机上明明搜到了 但是定位又是错的 加上这一天是中考 几个路段全部现行 所以反反复复开车找了很久 越找越不甘心 最后还是找到了的 我们在新疆吃到的 最好吃的 拌面 有意思的是 这家店的名字也有点怪 它叫怪脚特色拌面王 真是暗合了我们来时的路 你们能不能找到 也是全靠缘分了 像棍子一样粗的面条 刷上油后 被师傅狠狠地摔打 再逐渐拉洗 经过双手的一顿爆锤 劲道弹牙 炒菜师傅大火猛炒 让每一块肉都能被照顾周全 热乎上桌 拌面的时候 要尽量让马子和面条 均匀地互动 最后 沾满汤汁的面条 稀流下肚 面条劲道 牛肉鲜嫩 辣椒 甚至还有一点甜 来吃个吧 嗯 再就有盒蒜 嗯 好吃呢 吃过面 那今天的心情呢 也和阳光一样灿烂 前一天晚上 在特斯住下 再出发的决定 是对的 两个小时之后 当我们到达 琼库石台的时候 我们来到了琼库石台 看看外面 坐在车里面听雨 吃鸡爪子 说好了什么新疆的小瑞士 说好了什么 风吹草地献牛羊 我们当机就决定 留在村里 住一晚 等天晴 听着雨 然后试着 泡面 然后在这个小木屋里面 看着窗外的 这种田园般的景色 就是新疆的草原风光 还是挺舒适 挺惬意的 而且时不时能够听到 乌鸦的叫声和牛的叫声 然后还有一些鹰 飞在空中 甚至还会冲到下面 原本以为今天 就在屋里听雨声了 谁知道 睡了个午觉醒来之后 醒来之后呢 天就晴了 朗朗乾坤 然后我们就现在可以下去拍照了 也跨过一根线 然后你看这个 就是非常的圆生态 非常的美 非常的淳朴 非常的甜染 看 看看这后面 就是很美 非常的 看像不像童话世界 蓝天白云草地木马 然后我们就住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今天住的地方了 如果天晴到傍晚一定会有火烧云 所以我们一路盘旋而上 去传说中的后山 看日落 宁静的小道 巍峨的雪山 云却越积越厚 当我们抵达山顶观景台的时候 果不其然 又下雨了 你看这雨是一刻都不停 我们只好下山 但是想想又不甘心 于是没走多远 我们就又翻了回去 结果你猜怎么着 雨变成了 小冰宝了 我回来了 没有见过 这两个成都妹子 没有见过冰宝 然后我们两个北方人 就像看两个傻子 一样看哪 小冰宝了 超冰宝了 栅宝了 快 � Ming瓦了 都被骑过来的 这里这里这里 怎么样 怎么样 甜吗 原来让女生开心这么容易 就是拿冰雹砸它就可以了 冰雹结束之后 我们所在的位置变成了小雨 但是远处太阳的方向 还有很重的云雾 我们只好下山了 结果路上遇到了当地的牧民 笑着和我们说 这就下去了 一会儿一定漂亮着呢 于是我们又第三次返回去 开始在冷风中静静的挡 第二天阳光明媚攻略中看到的绝美大天 终于结结实实的出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开了和昨天同样的路 两边的风景却决然不同 高低起伏的碧绿草垫 宁静矗立的纯洁雪风 万里无云的湛蓝天空 一推开车门就是苍茫无边的大草原 眼前的一切好像是一副纵向拉伸的油画卷轴 熊湖石台 这座距离特斯县城九十公里的小村子 住着三百户一千七百多村民 大多是以畜牧为生的哈萨克族 2010年这里入选了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然而也恰恰是因为与世隔绝 几年前这里依然是一个贫困村 这两年因为这条重修的柏油公路 越来越多人和我们一样 能够自驾前往旅游 也确确实实带动了村民实现脱贫 在我们离开的早晨呢 民宿老板正在帮我们搬行李 突然他就说了一声 抱歉有个急事 让我们在这儿等一等他 我们就很好奇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老板人也很逗 说要不你跟我过去看看 于是 起来 viral说五位的人们 报 liqu殿量 普世不平 起来无远走五位的人们 报考我们的血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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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 下一站再诱人的预告也不如最简单的四个字 独库公路 这条传说中的中国最美公路 让无数人一天之内经历四季 然而命数里只要上山就会下雨的我们两个 这一次会不会再次经历附体呢 不然呢 还会下雪呢 但是景色真的无敌了 我也只能剧透到这了 我们下一期独库公路见 老师老师 这么精彩的内容我们该如何尽快看到呢 是点赞收藏吗 是转发分享吗 好的 那我们这就去 好吧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再来 鱼变成冰雹了 他是真的上火感冒 因为被催更得太狠了 对 你们慢点 OK